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因为歌曲的调性会从钢琴的降异调转到异调 对于《终于萨峰》的演奏来说 仿佛从天堂般的西调 掉落到地狱般的盛西调 不过别担心 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来拆解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帮我们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因为解说的歌曲 有相关的版权规定 影片有可能完全没有收益 请大家可以利用超级感谢的DONATE 让我们买几罐鸡精来补补身体 做出更多的好影片 撒封在这首歌曲的部分 主要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在歌曲中的差音 另一种就是肩奏撒封演奏的部分 歌曲的调性也从降E调 升Key到肩奏的E调 这边先列出转调前的几个差音的部分 大家来听看看 转调前的差音总共有四句 首先是第一句 再来是下一句 在研究这些句子的时候 要特别观察演奏者所使用的表情 及大小声变化 这样演奏的效果才会出来 接下来就是难度最高的间奏部分 一进入间奏就转为E调 对于中音萨峰指法来说 难度会突然变得很高 整个间奏可以分为前半的快速音群 及后半部的超高音 前半部的快速音群 在圆曲中演奏的速度是比较自由的 但是练习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用固定的速度来练习 手练之后再做速度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示范 接下来是超高音的直法部分 难度比较高的地方是高音的升F到升G 最后会到达升A的部分 直法表我们会放在旁边 练习时的重点在于将直法的转换练习到顺畅 我们来看一下示范 练习时的重点在于将直法的转换练习到顺畅 剩下的就是转调后歌曲中的差音 我们一样来看一下示范的部分 在练习这首歌曲的时候 大家可以仔细观察原曲中的萨峰 在演奏的时候 他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张力 及技巧的使用 这是很值得学习观察的 将这些手法还有技巧学习起来 就可以用在之后演奏的歌曲中 这对我们的演奏上会有很大的帮助 很开心跟各位分享歌曲中的 萨峰金脸Solo 从这当中可以观察到 萨峰演奏家的想法 及所使用的技巧 满满的干货 而且演奏起来爽感十足 非常推荐给大家 那么我们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咯 大家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利用超级感谢 来继续支持我们制作出更多的影片 也请大家多多分享 萨峰小秘诀 我们下次见